自卑就自卑算了 你居然还去找他的亲妹妹来为自己做主 一个男人自己的主都做不了 事事找别人 你说你像个男人吗 视频中这个被徒累怒斥的男人名叫小尹 他究竟做了什么 才被徒累如此的训斥呢 这事就是他们俩一闹矛盾的时候 他男朋友老是打电话 就是找我 我也不想管他们俩这事 我也管不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来给他们调解一下这个矛盾 小秦和菲菲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自从菲菲恋爱之后 只要和男友小尹发生争吵 男友就会找妹妹小秦帮忙调解 这不仅让菲菲十分反感 妹妹小秦家在中间也十分难受 于是小秦就主动向节目组寻求帮助 希望能帮姐姐姐夫解决矛盾 同时也解放自己 一上台 小秦就开始抱怨其姐姐的男友 我们两个是一卵同胞的亲姐妹 他跟他男朋友每次一有矛盾的时候 他男朋友就会打电话找我 现在弄得我在中间受他们俩的假板气 我觉得你就是在多管闲事 我们俩的事情我一开始就说了 不用你跟着操心的 小秦本是一片好心 可没想到被姐姐这样对待 简直是吃力不讨好 小秦直言自己也不想管 可是姐夫屡次打电话找自己 自己又不好拒绝 再加上姐姐确实很强势 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个情况 随后小秦还举出了一个例子 确实 一般来说和女生吃饭 男孩都会主动结账 更何况是和女友家人一起 而菲菲的行为 确实会伤害到男友的自尊 对此菲菲则做出了解释 你知道她什么收入吗 她什么经济情况 你不知道吗 我觉得我买了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就是私下 然后再把这个钱给她 你没必要当众博她面子吗 我觉得你们就是矫腔 你这吃完饭了 我私下 我说三仅二百块钱 这样合适吗 菲菲的话也十分合理 自己的男友收入不高 自己结账确实是出于好意 使男友自己死要面子 所以才会觉得尴尬 对于姐姐的解释 一旁的小琴 却觉得是姐姐太过强势 这事就是他们俩一闹矛盾的时候 他男朋友老是打电话 就是找我 我也不想管他们俩这事 我也管不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来 给他们调解一下这个矛盾 我跟你说了 他给你打电话 说你甭理他就行了 你自己愿意操这份闲心 你自己的事都还没弄明白 你过来管我干什么 简单的对话 就能看出小琴的尴尬处境 也能看出 小尹频繁的找女友妹们 来调节他们之间的矛盾 令女友菲菲非常反感 直接破坏了他们的姐妹情谊 所以他们之间的事 还是他们自己来解决最好 小尹一上台 就开始抱怨其女友 就是他就是洗的衣服亮在外面 但是风比较大嘛 把他比较特别喜欢的一件衬衫 就给吹丢了不见了 然后当时让我回去帮他找 也没有找到 然后当时他就挺难受 但是我身为男朋友 看他当时就是那种难受的样子 我也挺心疼的是吧 然后我就当时 微信转了五百块钱嘛 先让他就是再买一件嘛 但是当时他就是 看到之后 他有着那种特别鄙夷的口气 跟我说 你这点钱你自己留着吧 我自己衣服没有 我可以会买用不着你 每个男人都希望 就是对自己喜欢的女人好嘛 怎么样的 但是我感觉在他这 他就是丝毫也不接受我这种 就是对他的好 而且还略带点不屑 看女友丢了衣服那么伤心 自己出于关心让他重新买 换来的却是女友的鄙视 这也让他无法接受 也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菲菲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看不起小隐们 而同样的故事在菲菲口中 则是另外的一个版本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 自己在这 自己自尊心在这做碎 那家衬衣 再说你给我赚五百块钱 也不够啊 是因为不够 所以你拒绝了是吗 也不是 其实我就是这么一说 就是碎他一下 就是当时把衬衣丢了 我特别心疼 我肯定嘟囔嘟囔 抱怨抱怨 我觉得也很正常 确实 谁丢了东西都会抱怨两句 所以他的反应也正常 而对于刚刚实习的小隐 五百块钱已经是巨款 心疼男友的菲菲自然不会收 所以才会拒绝男友 而这一切在小隐的眼里 却都变成了对自己的鄙夷 而他的言论也令人发酵 每个男人都是怎么说来的 就是喜欢一个女人 就是希望会舍得给这个女人花钱 但是我感觉这种做法 没有丝毫的问题 好人好人 可是我觉得我特别在乎他 我还不想花他的钱 我也知道他经济收入就那样 也不错 对啊我也是因为在乎你才觉得 我要把你收下你的钱 那你下半月肯定过得特别紧张 男人给女友花钱让他开心 这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也要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 何必非要打肿脸充胖子 让双方都难受 更何况有钱的非非 也并不需要花男友的工资 这时小隐又把问题 扯到了另外一件事上 我带你去见我的朋友 你肯定会去 但是你为什么一直推脱呢 最后我去了呀 但是你去了你那是什么态度啊 什么态度我特好奇 我倒也没什么 这个我来说吧 但是他那种态度就是 吃饭的时候肯定要 刚开始认识的话 先聊天嘛 就是彼此认识一下 但是感觉那些 那个朋友的工作什么 都是都挺普通的 就是也不是那种 就是对我 就是或者以后能有什么帮助的 但我感觉我们就是玩得好 所以就是那种交心的朋友 带他去见我的朋友 但是他当时就听出 我朋友的这个工作 或者现状之后 就是表现的慢慢语气 或者什么态度 能表现特别不屑的 就是那种 交朋友本就不应该功利性太强 并不是对自己有利 才能成为朋友 那为何非非会对男友的朋友 持有这样一种态度呢 这是小秦也发声证明 而且就是这样 从小到大都特别强势 交朋友们很正常的事情 他就不让交这样的朋友 不让交那样的朋友 什么样的人都入不了 他的眼那种感觉 从小秦的口中我们知道 交友严格是姐姐打小的习惯 所以不是所有人 都能成为他的朋友 因此他推崇的是高质量社交 那非非的做法 就能解释得通了 但是对此非非 则有着另一种说法 他那些朋友 就是经常在一块酒吧玩的那种朋友 我觉得对你以后的工作上 包括你以后生活上 都没有对你有任何帮助 但是我玩朋友是交系的 但是你当时那种态度 让我很受不了 当然我朋友面那么甩我 这样朋友我真的玩不来 我还希望他以后再能教一些 确实价值观什么 都能在一条线上一些人 我那些朋友怎么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感觉你在平时不说朋友 你说在公司上 我觉得你看你现在这样 我就知道你朋友什么样 很显然 在非非的眼里 男友小隐的这些朋友 都是一些乌合之众 不仅对他的未来没有帮助 甚至会对他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才会不赞成他们做朋友 而自己也并没有 像小隐所说的那样 当众对他摆脸子 这么解释之下 也算能说服大家 这时的小隐 又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他肯定大家都迟到过吧 这种小事 我就没迟到过 你没迟到 但是你先听我说 但是我迟到之后 反正就是 他就是当着全公司同事的面 就是罚我当着那很多人的面 做了一百个俯国称 我觉得他迟到该罚呀 但这件事情的话 你不感觉你做得很过分吗 打脸的行为呀 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身为一个男人 或者是身为你的男朋友的感受 在小隐迟到了之后 非非竟当众体罚了他 这让小隐感到很没面子 而非非对此却问心无愧 他也做出了他的解释 你们公司这个罚员工 都是靠体罚是吧 不是是罚钱的 一分钟十块钱 因为就看那点钱 半个小时扣没了就 还是藏私了是吧 对那肯定还是 不是你所以才提罚 但是你完全可以换一种 比较那种 扣钱 换一种方式吗 扣钱 对他还跟我说 你给我扣我钱就是了 他觉得你宁可扣我钱 你就打我脸 我觉得面子是自己正的 这事就是你自己做的 就不对 在非非的心里 还是很维护自己的男友的 所以才会以这种方式处理 但是面对女友的好心 小言不禁不令情 甚至还抱怨女友 这着实令众人无法理解 而这时他又说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公司有一天的话 他周末就给我打电话说 公司哪个同事 就是约他去看电影 然后就那个同事的话 就是也是一直比较 就追他喜欢他的 然后他就跟我 就当时反正也那种 就说我要去看个电影 跟谁谁 反正当时因为我们都 对知道那些喜欢 但是我当时实际上不想让他去 因为身为男朋友 你说我不在 他跟别的男朋友去看电影 这是算怎么回事 他丝毫没有固定于我的感受 那你就说你不能去呗 肯定是不能去 我感觉是作为在场的 你说你可以去 你说你去吧 但是我当时是跟你赌气 还是只让你去 你听不出来吗 听不出来 不想让女友和男同事看电影 小颖可以直接说出来 自己让女友去的 如今又反过来 倒打女友一耙 说自己在跟他赌气 这一会儿不说 自己是大老爷们了 而且小颖也并不是清清白白的 你还说我看电影人事 那总比有女孩去公司 给你送电影票强吧 就送电影票那事 特别强 人家女孩是给他送电影票的时候 从公司电梯出来 我开电梯进去 我们俩打一正面 我什么都没说 我上去了吧 我那个朋友 他们公司搞活动吧 送电影票 然后他就是顺便送两张 挺好的嘛 看电影 最后我也是和我女朋友 一起去看的 那是被我看见了 什么就被你看 他总是这么就是 盖棺定论 以为我会背着他 会做什么 但是我没有啊 自去公司送电影票 这很难不让人有所怀疑 两人的情况都是一样的 都是因为爱才有所怀疑 那为何不能对对方 多一些信任呢 而在某种程度上 小尹做的更加过分 那次下午 大概晚上在这吃饭的时候 女孩给他发消息 问他 叔叔你刚刚给我点赞了 叔叔你干嘛呢 有志愈关你叫叔叔吗 你有那么加老吗 在这朋友 咱们年轻人之间聊天 开玩笑 叔叔怎么了 怎么很正常 我觉得他是不是 在别人这找成就感 小尹和那个女孩 不仅有行为上的亲密 更有言语的暧昧 而对此 菲菲都选择去信任 那为何小尹就不能 给予女友一定的信任呢 而当被问到 为何女友对他这么苛刻 两人还没有分开呢 小尹这样回答道 除了性格之外 就是其他地方 也是有好的地方 但是他这些做 特别过分的地方 我实在是就是 想来说说今天 所以说小尹对于女友 还是很喜欢的 所以尽管对他 有诸多的不满意 却还是选择在一起 但是他却从来都没有想过 女友都是为他着想 面对两人之间的矛盾 嘉宾老师们 又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你们必须要商量出一个 你们双方都能够 共存的一个美好关系 很简单 学会一件事 去想对方需要什么 而不是我要什么 他不要你一天到晚黏他 他要的是 你用自信心强大起来 有一天你不是因为 别人追不追他而有安全感 而是因为 我可以hold住你 而有安全感 如果小尹需要一个柔弱的女孩 那么飞飞绝不是合适的对象 也为她强大而自信 所以双方都要考虑清楚 到底自己需要什么 然后再找一种折中的方式 去处理两个人的隔阂 小尹树立起一点自信 飞飞给予男友一些关怀 两人才会有更好的未来 这是涂雷老师 首先把矛头指向飞飞 姐姐喜欢一切由我说了算 但是你有没有尝到过这样的滋味 当你想要做所有事情的主的时候 你发现你做不了别人的主 你往往会有一种感受 就是吃力不讨好 往往轻者痛而愁者快 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你在帮别人做主的时候 你也不问问别人 要不要你替他做主 你就强行帮别人做了主 从他们的对话里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住 飞飞从小到大 性格都是十分的强势的 再加上自己身居高位 因此对人会十分的强硬 但是却没有考虑过 其他人的感受 这会令人十分的不舒服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他的出发点确实是好的 只是方氏有些欠托 所以才会吃力不讨好 之后土磊又把矛头指向小金 妹妹很喜欢为别人做主 这种人有一种天然的廉价的正义感 就像有些老大妈是一样的 很喜欢帮别人做主 只要有谁说家里离个婚 吵个价又或者是夫妻不和 他一听马上饥饿如仇 不问青红皂白 马上就自己判断出谁是过错方 然后就数落你 小秦之所以会再三管闲事 一是他也不满姐姐的霸道 二是他有一些嫉恶如仇 所以尽管嘴上说着不愿意 实际上却一次次的出面 所以小秦也应控制自己 在了解事情真相之后才发生 或者直接保持沉默 因为情侣之间哪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 而最后土磊的话 则直指小隐 因为小隐在女友面前是自卑的 所以才会死要面子 才会向其他人告状 诉说自己的委屈 归根结底就是他不够强大 所以面对女友的强势 无法为自己做主 这才寻求妹妹的帮助 但是有些东西不是一味逃避 到最后就能改变的 唯有面对他并战胜的 才能真正的获得幸福 而听了嘉宾们的话 两人又会说些什么呢 其实如果静下来想想 我知道我自己性格缺陷在哪里 做事情包括说话 确实没顾及到你的感受 但是很多事情 真的我想表达的那个结果 其实真的可能你误会到我了 我来这儿其实也不是说你不好怎么样 也不是想和你吵架 我只是想就是说一说 你让我做的感觉特别接受不了的地方 就是希望你能改一改 如果但是今天我听到你吐槽我这么多吧 其实我心里还是过多或少有一点点不舒服 说实话真的特别不舒服 没想到我其实做的 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挺好的 没想到在你心里这么差 我来这儿真的不是和你吵架的 我只是想和你说一说你的毛病 就希望你能改一改它 尽管菲菲的性格却是强势 但是无疑是充满善意的 而小尹也只是希望 女友能稍微克制一下 自己的缺陷 让两人更好地在一起 所以两人最后还是选择 继续这一段来之不易的爱情 也希望大家明白 在爱情里永远不要把希望 寄托于爱人的改变上 我们能够控制的唯有自己 使自己更加的强大 在面对各种风险的时候 才会有能力去挽救自己的爱情 希望小尹能够明白 最后我们也祝福他们